保齡事業可以做成集團化 是不是 可以 李仿軒日前許下生日願望 想要將餐飲品牌集團化 看似和員工關係不錯 現在因中毒案 鬧出人命重創商譽 還遭指控欠薪欠貨款 五間分店也全被勒令停業 李仿軒2020年 在繞迴夜市開了保齡創始店後 開始拓展版圖 甚至還被發現 冬區新店面在3月19號 正悄悄的施工 但爆發食安事件後 已經停工了好幾天 事情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保齡咖啡館饒河店 也因為積欠電費 遭台電人員貼紅單警告 28號甚至還有債主 前往總部討債 李仿軒做旅行社起家 遭報積欠上千萬 轉行投入餐飲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迅速拓展版圖 不過從判決書上就能發現 從2020年開始 李仿軒陸續捲入至少13件財務糾紛官司 資深媒體人姚慧珍上節目表示 李仿軒短期內火速拓電 原來是在拚品牌形象 過去還曾接受媒體採訪聲稱 是否主要他吃素 疑似要騙家謀 一直有著老闆夢的李仿軒 過去拍影片玩抖音 都不忘幫自己品牌宣傳 2015年到2019年 還是馬來西亞台商會的李仿 開版授課教導影音製作 跨足旅遊餐飲教育的他 表面上看似很風光 但卻在中毒案爆發後 黑力士也一一被挖除 三線新聞戴維成 前期如太報道